1964年 安山钢铁公司有几十种新钢材投入生产 安山钢铁公司的职工 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 使钢材质量不断提高 品种一年比一年增多 安钢生产的大量优质钢材 有力地支援了农业 机器制造 矿山建设等各部门的生产和建设 黑龙江省机西煤矿张新树顶 是一座新建的现代化的大型树井 年产六十万吨煤 这对树井 是我国自行设计施工 全部机械设备 也都是我国自己制造的 张新煤矿的工人 大部分是从机器各老矿调来的 他们能熟练地操纵各种机械 1964年12月18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部队 在华东某地上空击落美制奖匪帮 2F101型侦察机一架 东海渔民民兵 活捉被击落的美制奖机驾驶员谢祥克 12月22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在上海举行驻节受奖大会 作战有工单位和有工人员 王洪喜 魏同超 程和印等十人 及渔民民兵代表 曾申保 金连昭都获得了奖励 12月29日 周温来总理 罗瑞青副总理 在北京接见击落美制奖机的海军人员 和活捉敌机驾驶员的民兵代表 此行飞机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 隆重举行驻节受奖大会 庆祝3月18日 在我国东南地区上空 又击落一架美制奖匪帮 2F101型侦察机 国务院副总理 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罗瑞青 接见了击落美制奖匪帮 2F101型侦察机的空军部队 有工人员 山西省广大农村 普遍开展以贫下中农奖息所为中心的冬学运动 他们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 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 学员们说 经过学习 眼睛看得清 心里更亮堂 革命意志 你要伙伴 1964年12月 来自尼罗河畔的阿联里达民间舞蹈团的艺术家 在北京 表演中国民间舞蹈 红筹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红筹舞的演出 表示了阿联朋友对中国艺术的热爱 和阿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2月15日 周恩来总理接见舞蹈团的负责人和艺术家 同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谈话 新疆维吾尔资治区塔里木农肯大学 是以革命精神创办起来的半耕半读的学校 农田水利系的同学 在胜利区水电站工作学习 他们一面向工人学习操作技能 一面与工人一起劳动 逐渐掌握了水电站建设的施工程序 和各种工艺过程 使书本知识与实际紧密结合 塔里木大学建校六年来 培养了大批既能从事脑力劳动 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新型的建设人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